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女人当领导也有一点好处 男人对我们客气一点 对吗 那管这些警察部队的纪律部队的 你觉得一个女性还是有优势的吗 女性可能一个优势就是比较关爱部下 细心一点 留意她们的士气 留意她们的心仇问题 可是面对部下作为一个特别纪律部队的高官 对着特别男部下 因为警察也有女的 不只是男的 可是男的还是比较多 对于她们 她们会不会特别欺负呢 没有没有没有 第一 我不是特别的凶 第二 警队也有很多女性的指挥官 非常的出色 我觉得当指挥领导 最重要就是能果断 做事要果断 你觉得女人有果断吗 果断 我认识很多都很果断 没错 我近些年来也渐渐发现 没有脱离大学的 男人还有一点 对对 实际黏黏黏黏的 犹豫不决的往往是男人 真正英明果决的往往是女性 回避问题 对 那女人不回避问题 我们从那个分手就知道了嘛 永远是分手之后 男的会婆妈一阵子 还会 经常会打个电话回去 不晓得要做什么 女的要不回头的 要嘛不分 一分就很果断 不回头 那么到后来您不当保安局长也是这个原因吧 走了就不回头 我是拿得起 放得下的人 怎么讲叫拿得起 放得下 我当官的时候很开心 但是我当学生也很开心 我在美国独个儿住一间小房子 也很开心 我在香港的海景豪宅 给了我的菲律宾女佣住 三千多尺的海景豪宅 我天哪 最好的故事 这一点我也觉得您有意思 作为一个这个纪律不对的这个最最最最高首脑 最后又不当了 不当了我看到您的一些这个介绍 说是当时是为了女儿 女儿要到美国留学 然后你这做妈妈的就去陪读吧 这算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但是说老实话了 我也有私人的理由 当时我是想走出去 官场的生活已经二十多年了 有点厌倦了 虽然当局长很风光 但是我也觉得我想 趁我还没有太老的时候 走出去看看 回到校园 假如说当时我们都知道 因为后来也大家都说 叶泰其实想离开官场的时候 已经远在2003年的游行以前 你就有这样计划去 2002年夏天已经去找学校了 为我的女儿找我自己也找 当然我是希望我可以功成兴退了 风光一点离开了 要是我干的不好 群众要求我下台 我自己也不会厚着脸皮留下来的 我不是这种人 所以你意思是说当时2003年事件 就是对你这样说 对你离开官场 还是有直接的影响 既然你看到民意 游行之前我已经请辞了 已经不是说看到游行人多才请辞 我立法会的同事也有问过我这个问题 在公开辩论这个问责官员的时候 刘健一问 叶刘淑仪 你到底是私人理由离开 还是问责下台的 那么我说我是游行之前已经请辞 但是要是我干的不好 群众要求我下台 我也不会连掌权位 嗯 就是2003年游行跟这个基本法 在香港的一些讨论有关系 那个时候感觉外界的声音是对您不利 游行之后 很多人传说就是因为这个 我也很难干下去啊 嗯 怎么叫很难干下去呢 没意思啊 我坐在立法会肯定会给所谓泛民派的议员攻击 也没意思 没意思 你干游行文套 后来游行之后 连董建华先生也脚痛了 所以当时整个气氛是这样 我刚才说我个人特别有感慨今天 因为啊坦白讲 2003年的游行啊 2003年的今天啊 我这是走在路上嘛 反越了我汗真大 而且还拿着一面标语 好像对叶泰有手攻击 你那时候游行对我的反叶泰 你有没有喊口号叫我下台啊 从早喊到晚一直喊 那六年后镜头一转 我跟叶泰坐在这里 咒而论道 三人熊 来我觉得文套啊 你来香港好久了嘛 变成典型香港人 你也明白香港 有酒居民了你是 对很快很快 差几年 你原来是人民入境事务处处长 这事我还得咨询你 归他管啊 这是那个香港的可贵 就在这里 OK我们这种某个事情 意见不一样 有冲突有矛盾是一回事 可是在这个事情 不管有没有结束之后啊 我们就一件一件事情来谈嘛 我那种自由包容的感觉 我觉得香港社会也是非常重要 对对对 你是不是正是因为香港很注重包容啊 所以这次警察本来说游行嘛 突然又不游了 嗯 因为是他们的一个 处理了他们的诉求 一个 一姐的下一 邓一哥回来了 啊 跟他们呢 呃 深刻的 谈论了之后了 就他们 觉得一个有诚意 所以就不游行 嗯 当然还有问题要要处理的 就是他们的薪酬的问题 还需要处理 嗯 我们外界不太懂 一般以为就说 是不是香港有几千名警察 本来说要游行 两万八千警察 两万本来要游行的 啊 不是游行的 提出要求 就是说因为薪酬 呃 好像给人感觉说现在金融危机啊 特区政府说什么公务员要减薪 那么呃 警察就觉得你不应该减我的薪 我这个比较特别 啊 不是不是这样 其实有两个问题 第一是这个香港 我们叫基力部队的直系架构检讨 香港叫检讨 这是二十年没有进行过了 嗯 那么其实不光是警察 其他的基力部队也觉得 过了二十年了 他们的工作的负责性 危险性 呃 所受的压力都比二十年前很重的多 应该来个调整 嗯 那么政府做好了 也有一个独立的委员会 做好了这个报告 但是政府一声经济不好 不好 就无限期的压后 所以基力部队就觉得 政府是实现于他们 哦 问题的根由是这个 你说这样基力部队上街游行了 嗯 那么维持秩序保安的 是另一批警察吗 嗯 所以他们内部该怎么处理呢 七一之前 他们本来是六月二十八的 六月二十八了 六二八了 所以六二八就改了一个 嗯 什么大会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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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觉得 下 作为大陆人来说 你看香港市民 嗯 说起来可能对警察 还经常有一些投诉 嗯 但是我们大陆人 刚到香港 对香港警察印象太好了 非常好啊 我对香港警察到现在都好 首先是身材好 嗯 穿的那个警服啊 帅啊 身材你们北方人更好 没有 我们北方包括台湾都得减肥 有点肚子 嗯 那我的女儿在美国生活了六年呢 回来就觉得香港警察非常有礼貌 有礼貌 非常的愿意帮市民问路啊 嗯 美国啊 休想休想 不可能啊 是啊 通常都是很盼的警察 因为他们跑不动啊 有什么问题就开枪 他们开枪很容易的 没错没错 美国进出这个事儿随便开了多少枪 你不要听业太的 那纽约住在加州 加州的那些黑白人警察 经常都黑人开枪嘛 纽约更厉害啊 有一个黑人回自己的家 给纽约的警方开了40枪啊 哎呦我是看到这个新闻 有这个新闻你记不记得啊 对对对 就是在自己的家下面 东庄西望就给警察开了40枪 所以你看咱们香港警察 只有别人从他们开枪 哈哈哈哈 去下广告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叶太是女性当政的榜样啊 刚才去广告还一直在说的 我觉得女性当领导很好 她心细啊 她比较能体贴属下的这种疾苦 是吗 你说香港警察 她的疾苦在哪里 很多苦水啊 比方很多日常很多 厌恶性的工作都是他们做的 叫厌恶性的工作 就比较烦的讨厌的厌恶的工作 你记不记得最近有一间医院 丢了一个婴儿的尸体 找不到一个小孩子的尸体 去找啊 因为后来呢就有人说 那个尸体啊 可能被当做垃圾处理 垃圾 垃圾啊 拿去那个堆田区 啊 拿到丢到一个地方 找不到 不得了啊 又臭又脏 都是警察去捡 美国休想啊 是吗 不会做的 那当时呢 就说好吧 那动员警察 全部一排一排 在整个垃圾的整个区域里面 一串一串的土地去找 找那个尸体 那个场面是让大家觉得 在那个时候觉得 那个警察是真的了不起啊 那种服务人群 对对对 可是我的话说回来 每次我被警察抄牌也是 非常的痛恨 我特别痛恨啊 文涛啊 你在 很痛恨 为什么痛恨啊 文涛你在香港没开车是吧 我不晓得你在内地 有没有被抄牌的经验 我在内地没有这种经验 我觉得香港警察 的确越来越有礼貌 可是有时候 太有礼貌是不好的 我在美国就已经很痛恨 你在美国被美国警察 抄牌之后呢 他总是对你很有礼貌 然后呢 抄完牌给你说 OK Have a nice day 主理一天过得很好 好像 那你心情更差嘛 我已经被你抄牌 你都有非常有礼貌 还主理今天过得很好 那想不到香港 现在也是这样子 抄完牌很有礼貌 然后还跟你道歉 不好意思啊 抄你牌啊 你没有介意 我真想把他抓住 这样还要埋怨 这样还要埋怨 我觉得过分一点 那就刁明 但是我明白 我每个星天抽一个晚上见市民的 有一次有一对夫妇 从元朗出来找我 就是投诉抄牌的事情 那走错了嘛 你是港岛区的嘛 那星界区找你干什么 你是警察的上司嘛 对对对 我就说在听 他们埋怨了一回之后 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 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再处理的了 他们就投诉了 对 自己他不爽嘛 但是我在香港 我们去机场的时候 有的时候那个抄诉 我就对香港警察 因为我没有对比啊 我跟你讲 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那我当时我就觉得 世界上有这么好的警察嘛 因为就是说他抄你的牌啊 抄完了之后 我就觉得当时我的这个司机啊 我们公司的司机 怎么敢跟警察这么说话呢 说快点快点 我敢飞机 警察 然后说你注意点 前面还有摄影机的啊 我说尽管是被抄牌 但是怎么会这么好呢 话分两头说 我们的警察资源训练都比较好 我们的资源多得多 比起内地公安 全国的公安 我听说是一百九十万 十三一的人口一百九十万公安 警力严重不足 严重不足 我们呢 警察有两万八千 平均两百多个市民就有一个警察 都是训练优良的 配备 都是优良的 哎呦 我刚来这大陆游客 我跟你说看香港警察 都是一个旅游景点 身上带着那一堆好像 这有一个那有一个那有一个 身上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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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年了 刚刚开始 你穿过那个 不不不不不 有一次我在我们的太古广场 购物的时候有一团自由行的看见我了 领队就说 这位就是香港的保安局局长 那么我就变成了景点 大家就跟亲合影了 那么我就我就说欢迎你们来香港消费啊 欢迎你们多来啊 但是按说警察啊 就像我原来在内地采访过公安 感觉是压力非常大的一种工作 而且就说每年多少人你在一查多少人牺牲啊 就就就就就死了就没命了 我听说 广东省每年死四五百个警员 香港没有这么多 所以死剩一百九十万 本来很多 但是香港的警察他挣钱 比一般公务员应该是高的 高一点 就是在外国也是一样的 在美国警察消防员都是比较高的 因为危险性比较高 而且招募困难 是吗 可是业太也要问你一个问题了 说到危险性啊 因为最近讲到警察要不要调薪啊 警察就说我们要独立来调查 我们要不要调薪 因为我们比其他工作都危险 那消防员就很不服气了 就说什么话 到底警察危险还是消防危险 我们要评评理 那大家要吵了一下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消防危险还是警察危险呢 两个都危险 最近有一个火灾 也不是两个消防员很快就牺牲 对对对 一死就两位 是啊 很可怜啊 都有危险性 可是他们现在不是说自己不危险 是对比 谁比较危险呢 这个很难说 但是我们定定 纪律部队公务员的薪酬 肯定考虑危险性 还有就是有没有招募的困难 嗯 其实这一次的薪酬 啊 调查了 除了纪律部队有两个文职 也打算提高一点 就是因为招募有困难 第一是受医 嗯 政府请不到受医 哦 第二就是政府律师 嗯 政府律师 因为私人机构的薪酬高嘛 对的 政府需要考虑的啊 嗯 那么纪律部队当中啊 肯定最危险是警察以及消防呢 从前我的部门的入境处就是因为啊 呃 孙职的人比较少啊 孙职的 入境处嘛 所以孙职最低 就是文职一点了 八十年代他们是最低的 哦 我当呃处长的时候 只有 历来只有一位 后来这个拘留权事件啊 啊 又有一位啊 牺牲了 还有好几位受伤了 那么政府才正式他们工作也有危险 也有危险性 所以所以文套要牺牲一下 要清点一下训绩的 对 是文套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而且我比较啊 你像那个我们大陆内地的这个警察和香港的警察啊 他突然衣服不一样是吧 他还有很多不一样 那么我第一次来香港好像在大陆一个城市你看 他有好多穿制服的人 比如说查这个五牌小贩 这是什么城管 他穿着一种衣服 又什么工商局的一种衣服 税务局的一种衣服 后来我初次到香港我发现呢 街头站一个警察 要不说他们压力大吧 什么都归他管 是吗 不止文套不止 就真是丢个猫丢个狗也找他 然后说是什么五牌叫走鬼吗 五牌小贩他也去追 不不不 五牌抓小贩不是警察的 另外有关 是什么 十环 十环署 香港你说穿制服的人 路上也蛮多的 警察 当然人数的比例不一样 警察是经常看到 还有一种啊 香港很难听的 叫做咖啡妹 咖啡仔 穿咖啡色衣服 有点像你这样 咖啡色 那些制服部队 可是都有一个共同点 都把制服穿得蛮好的 对对对 那这一点是我偶尔去内地啊 不解之谜啊 有时候看到一些应该是公安吧 我就经常怀疑 以为是山寨版公安 这也是有点有个资源的问题 什么叫资源 你看是什么的城市啊 要是这个大城市资源多的都可以穿得很碎 要是小事证呢 当然训练也不像香港这么上轨道啊 香港的警方跟这个大陆的这个公安之间也经常有很多交流 拼命 你比如说我记得他们就曾经讨论过 就是好比说这个警察有的时候 什么叫经过训练 比如说你在哪种情况下可以拿枪 哪种情况下可以开枪 好像是你比如香港警察有时候我们看电影 他嘴里就有一套话的 说什么你可以选择全部怎么怎么样 现在我们相互的训练很多了 也有香港的警员呢 入境处的人员去公安大学学习 也有的 就互相都有经验可以交流 内地的处境管理啊 就跟我们相互影响 现在本来他们的处境管理是边检的武警 现在都文职化了 专业化了 他们也我们都是一样 用咨询科技 用科技 用了很多电子通关呢 这种都都是相互影响的 那你觉得香港警队啊 对于大陆公安部队的最大的影响在哪里呢 守法 我们守法 我们非常的守法 比方说交流 我们会对他有什么样的影响 有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内地的朋友啊 对我们的基力部队最深的影响 除了我们资源多训练好啊小地方嘛 就是我们跟真的是跟本子办事 我们是跟我们的法力 跟本本办事 对对对对对对 非常需要依循我们的条例规律 啊 但是这会不会影响到他的灵活性自主性呢 当然有了啊 当然有有一个抵消了 对你有时候会感到香港警察非常刻板的 他好像就是 但是你如何让他成为一个守规矩的人呢 嗯 这个你觉得是什么样的 他们训练的过程都要了解学习法律的 接下来为林博出走向2010 超过100条香港的法律规律 所以他们都需要学习法律 检控也要学习 有些人要学习 嗯